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今天是已经到10月23号 星期一了 那在加沙冲突以来 那么长段时间 世界局势的变化真的令人担忧 就像我身后的天气 似乎太阳响出来 乌云不让它出来 那和平的曙光 那更是难见 因为我们知道周末的时候 在埃及开罗的和平峰会 最后无疾而终 没有任何的结论 那当然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20辆物资大卡车 开进加沙地区之后 边界又封闭了 当然20辆大卡车够不够 开玩笑 100多万难民 从北边被赶到南边 那20辆大卡车 带的都是什么医药食物 什么这些 哪够哪够 联合国专家都说 这些大概100多万难民 你每天要来100辆大卡车的物资 才足以照顾这些人 光是药品 现在医院很多缺药 那个病人就只能在那躺那等 对不对 没有无药可医 因为丢炸弹 很多伤员在这个医院 你就知道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尤其是这次尾巴冲突 真的是错终复杂 这个乱七八糟 那简单的说 其实这也都是一种大国角力的身影 严格的来说 这应该算是中美之间的一次角力 过去中东是苏联跟美国时代的这个角力场 那这一次看得出来 在去年底习近平访问中东之后 美国高度担忧 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 那当然这个不用说 到事情也变成今天 那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已经看得出来受到一定的影响 原来是触合的 中国是要触合的 对不对 让沙特跟伊朗和解 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和解 然后中东大团结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你看生变生变 对不对 伊朗如果真的看到巴勒斯坦被 真的被打的时候 他会去帮忙 伊朗对不对 在黎巴勒斯坦有真主党 真主党的后台支持者就是伊朗 那那么一打下去 你沙特怎么跟伊朗到时候都很复杂 因为沙特可能或许 现在还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伊朗说那绝对不行 所以都知道中东问题 错终复杂 更受不了是美国总统拜登 闪电视访问去了以色列之后 居然说句什么话 说我是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 他说我认为不一定是犹太人 才会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就是 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 建国这件事 当然当时虽然有联合国决议案 181号决议案 但是看得出来那时候 整个世界舆论是满两极化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纳粹法西斯 在德国的集中营 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 那当然在二战之后的氛围 就认为这个犹太人是 非常的这个民族 非常的可怜 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 被迫害那么长时间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复国 那当然在这个犹太教里面 因为犹太人姓犹太教 那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就是 这个真正的这种主流派 就是留辫子的 这些人戴帽子留辫子 就是非常的虔诚 那个安息日 他们是甚至连那个电灯的 开关都不可以按 在以色列是安息日 是从礼拜五晚上 到礼拜六晚上 在这段期间呢 你不能做任何 去比如说做任何事情 都不行做 安息嘛 你就要安坐在那里不要动 那所以甚至呢 这个以色列有一种这个电锅 就是你可以设定的 在安息日呢 它自动加热 你所以安息日不要吃冷的食物 那更不要说 听说在以色列安息日 礼拜五晚上 如果你不是姓犹太教的 你想赚点零钱 你就跑到那种犹太人社区 那个犹太社区里面 有一些那种比较 基本教育派的那种保守 他们呢 那个就会啊 这个在外面 看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过来 他就会问他说 你是不是犹太教徒 他说 如果你说不是 他说那这样 我付你点钱 你帮我到屋子里 把我灯打开 把我的锅子 炉子里面的食物加热 给你个几块钱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安息日 他们连这个开店的开关 他都不能按的 你说这个宗教信仰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啊 这个宗教都要传福音嘛 对不对 这个基督教传福音啊 佛教啊 什么道教 都会招募信徒 犹太教不招信徒的 犹太教是要正统的犹太人啊 信的 他们不 坦白讲都不欢迎外人 就是你犹太人 你才能信犹太教 不招募信徒的 不宣传教义的 那叫犹太教 当然他们非常坚诚 那当然呢 这个犹太人 犹太人 我们就回头讲 这个建国的时候 那当时这个 就要讲到拜登的爸爸 拜登的爸爸 当时就跟年轻的拜登说 你要知道 这个犹太人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虽然过去呢 在八百年前 英国大宪章啊 里面就讲 如果啊 这个寡妇啊 死了以后 你欠的钱 是犹太人借来的 你老公嘛 生前跟犹太人借钱 你是寡妇啊 你老公过世了 不要还 但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老公跟英国人借 你是寡妇 你要还 就知道 当时犹太人 真的不被人家待见 当然那个拜登他爸 没跟他讲这段历史了 不然他今天不会那么冲动 说他支持犹太复国 他爸只跟他讲 犹太人呢 那时候在 这个德国 被大屠杀 很可怜 怎么样 我们要支持他 建国 这是一个正义的象征 对当时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拜登来说 爸爸讲的话 对不对 正义 对 所以在这个大概 1973年 他进入国会之后 在外交事务上 后来进入外交委员会 担任主席 到副总统 跟欧巴马任内 一直到现在当总统 以色列 跟他的关心 这个是从他爸延续下来的 他在很多场合跟人家讲 他爸跟他讲过这一段 关于 以色列建国是正义这件事 就在他心目中的价值观 以色列就是要建国 所以 他这次去跟内坦尼亚胡说 我是犹太这个 等于算复国主义 支持者 对不对 虽然我不是犹太人 那当然看得出来 这就跟他的形式风格有关 欧巴马任内的时候 有的那个以色列人 在那个巴勒斯坦 那个囤肯区 就要扩大囤肯区 那当时呢 在这个约旦河西岸那边 不断的要扩张囤肯区 把人家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房子 用推土机推了 然后以色列人呢 就盖一个村子 那囤肯区 囤肯区的概念 简单的讲就是 有点像 那个人民公社一样 那种味道 譬如说 这个人你负责煮饭 给大家吃 你这个人负责照顾 所有人的孩子 你这个人呢 去种田 然后呢 大家都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你住在里面 那这个 我们这个囤肯区呢 譬如说有十部汽车 你今天要出门 你去填个表 申请车子 你就开走 你要出国旅游 你去跟那个 他们那个单位啊 做个报告 打个条子 说我要出国旅游了 我要买机票 他们就帮你买机票 对不对 基本上囤肯区的概念 还蛮类似像这样啊 里面有学校 有什么什么都有啊 就把巴勒斯坦人都赶走 听说欧巴马那时候 就很生气说 你们这以色列这样搞 对不对 哪有中东和平啊 就叫拜登去 说你去处理一下 听说拜登就把内坦尼亚胡 给骂了一顿吗 这次去 听说又骂人了 他们说啊 见面气氛是很融洽 大家老友相见甚欢了 但是啊 话不投机三句多 拜登听说开 开口没两句就问 内坦尼亚胡 你打进加沙之后 你有什么计划 你把哈马斯灭了 你有什么计划呢 听说内坦尼亚胡 没回答 不好讲嘛 或是讲不出来 对不对 内坦尼亚胡想了就说 那还用说 加沙救我以色列 把他们统统赶走啊 对不对 赶远一点 赶到什么埃及啊 什么地方去 对不对 那边难民营收留就好 埃及跟约旦 现在对于这个 这波加沙难民啊 打死都不要 打死都不要 为什么 那么多年来打仗 对不对 从1948年 1956年 1967年 1973年 1982年 五次中东战争 600万巴勒斯坦人 在这些国家周边 大家都是负担啊 光埃及听说有100万人 沉重负担啊 现在加沙再赶100万人过来 我埃及经济 要拖多久啊 因为这些人来 基本上就难民嘛 要安置嘛 赤赫拉撒 所以要包底嘛 埃及当然不答应啊 所以那个边界 打死不开 什么拉法边界 就是不能动 不能开 开了还得了 那个就是人全部涌来啊 但以色列心想 把他们轰走 加他就我的了嘛 对不对 我的以色列人就租进来了 那当然呢 拜登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这样搞下去 会搞大 不好收 因为对拜登来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是2024 要选举 美国人啊 坦白讲啊 对犹太人的印象 不是像大家想象中 那么一面倒的说 美国人都很爱犹太人 我们前面有讲过 在800年前英国大宪章 当时啊 就已经对犹太人 有一点不公平对待 但犹太人没办法 对不对 当年呢 这个在世界各地啊 他们当然就是因为没有国嘛 所以他们非常的团结 做生意很懂 尤其是放高利贷啊 像800年前 犹太人呢 就放高利贷有名的嘛 所以呢 大宪章里面啊 大宪章是英国君主啊 等于算是放权 英王放权到民间 所以当时就定了一个大宪章 就是民法 现在所谓民法的开始 因为国王啊 后空三千加厉 忙得很 你这个什么 这个张三偷了李氏的机 王武偷了这个 什么李先生的马 太烦了 每天叫来这个国王没空 所以呢 定一个民法 你们呢 就去审判 有这个司法审判 有法官 有律师 有陪审团 你们就去搞定 对不对 我自己忙别的事嘛 所以当时就定了一个大宪章 就是后来英国民法的一个源头了 开始 后来就很多民法 民法 民法 对不对 你想 以前古代 那都是皇帝 对不对 拖出去 我砍了 什么 发配边疆 但是后来皇帝就没空了 英王都比较忙一点 好了 那就可以知道 那就可以知道 犹太人在欧洲社会 并不待见 那当然你说德国纳粹法西斯会那时候选上犹太人 有诸多原因 那我们不扯远 但是到了美国的犹太人 实际上也没有被待见 犹太人刚刚到美国 在那个更早二战之前 很多美国人就 那美国的民主大熔炉 那就很多犹太人就想说 我们去这个新世界 大家去看看 这美利坚民主国家 对吧 我们就去了 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美国之后 他们就 犹太人 当然也很认真 有人当医生 有去读医学院 有的到读法律 什么 就往高层爬 但是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当中 你犹太人 你是医学院毕业 可以 你功课也优异 我医院不雇佣你 不成文的规定 大家没有说 我不雇佣犹太人 但是有些乡下会写说 我这个店不欢迎犹太人 诸如此类 但没有到什么 犹太人与狗那么难听 但我这个店不欢迎犹太人 有这个习惯 因为犹太人有一点饮食上 有一些特别 譬如说他跟肉跟奶 这两样东西是不能混合吃的 这个有点讲到宗教原因了 而且在家里 如果你是很虔诚的犹太教信徒 煮肉的锅子跟 譬如说奶制品的锅子 什么起司这些 是不同的锅子 连那个洗槽都要分两个槽 你就知道那个犹太人的信仰 那是很虔诚的 当然美国就像讲了很多大医院 不顾用犹太人 律师事务所不顾用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当时在美国社会 找工作很难 所以在那个大概2020年代开始 很多人呢 这个犹太人为了生活嘛 就跑去哪 跑去这个卖艺嘛 卖艺啊 艺术嘛 那当时好莱坞刚刚有那个黑白电影 那很那个那个当年啊 坦白讲 艺人啊 细致啊 细致啊 那个在美国社会也没什么社会地位 对不对 那大家觉得这医生 这些什么律师有社会地位 政治人物 对不对 所以犹太人很多就跑到好莱坞啊 就去搞电影事业 有人演啊 有人拍啊 什么什么 在下面啊 都是犹太人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好莱坞大老板 都是犹太人 这有背景的啊 那另外一批人呢 放高利贷的嘛 就跑到华尔街啊 当然后来就包装嘛 不能说自己放高利贷的嘛 大耳聋那种不行嘛 对不对 就讲得好听我们这个叫做 什么刺激信贷 大家就懂 后来那个08年搞那些飞机 都有关系嘛 所以这个 这个你现在到现在为止啊 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地位啊 是一半一半 褒贬不一啊 但犹太人很抱团 很团结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以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 有巨大的影响力 是他们都很有钱 但是选举的时候啊 拜登很清楚 选总统是一票一票堆的啊 当然犹太金主捐钱啊 那是不在话下 你想拜登在 呃 国会啊 这个担任 担任那当时担任那个 呃 众议员的时候 做了三十几年众议员 跟犹太人社区啊 这些募款 他第一名 他那个总共募了多少钱呢 募了四百二十万 个人记录 四百二十万呢 他跟犹太社区办那个募款 参会这样子累积那么多年 四百二十万 那犹太人捐钱是很那个啊 不是乱捐的 对不对 啊 四百二十万 所以你就知道 他跟犹太社区那么紧密 他现在不管怎么样啊 现在这一次以巴冲突啊 不能跑掉 不能跑掉 不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 或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是他2024选举的时候 选民怎么看 你拜登在以巴战争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损害美国利益 有没有损害美国利益 这是美国选民比较在乎的 以色列人痛不痛 巴勒斯坦人痛不痛 不干我事 我美国利益有没有受损 所以拜登现在啊 这次去不是骂那个内坦亚胡 你打进去之后 你要干嘛呢 你准备怎么办呢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 这个打进去之后 这个拜登敢这样训他 其实也是告诉他说 是个儿子 你不要闹大了 你闹大 伤害美国利益 美国要出兵吗 对 国会要拨款吗 士兵要阵亡吗 是不是有损美国利益 你这个2024怎么选 你的对手 不PK你啊 如果特朗普代表共和党 电视辩论 他一定问拜登 你怎么搞的 以巴这件事情 让我们美军阵亡了那么多人 死伤那么多人 然后呢 花了那么多钱 乌克兰第二个 乌克兰就一个无底洞 你已经挖了一个坑 跳进去了 又在中东自己挖一个坑 跳进去 怎么样怎么样 一讲完 选票还有啊 他会觉得说 拜登不灵了 对不对 那特朗普一定要吹嘘啊 亚伯拉罕协议 你看我女婿库斯纳 搞得多好 对不对 亚伯拉罕协议就是 中东大和解 前两天特朗普都说 要是我现在当总统 不会有尾巴冲突啊 言下之意就说 这家伙不灵啊 不灵啊 对不对 搞什么啊 搞什么啊 所以现在啊 这个局势的发展 我们看到两点啊 就是第一美国呢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 中东的问题上 当然跟中国的 大国角力啊 有一定的关系嘛 对不对 那第二 这个事情的发展啊 现在呢 要可控 万一不可控啊 那这个事情就大了 因为伊朗现在一直在放话 真的只要 以色列部队进入加沙 我立刻 让真主党 尼巴顿真主党 在北边啊 进攻以色列 那个那个加沙在南边 对不对 我就从北边打你 让你并分两路吗 是不是让你这个 这个难以招架啊 然后呢 我在想办法啊 让其他国家 大家一起参战 跟你 K 所以这个 就看得出来呢 这个不是拜登要见的 但是对拜登来讲呢 叫控制 加沙丢丢炸弹 就好了 部队不要进去啊 对不对 你真进去 我美国要是不插手 你一定被人家打扁啊 对不对 因为坦白讲 过去五次 还有很多小冲突啊 都是美国撑腰 以色列才能反败为胜啊 不然想当年 各位要知道在联合国决议案 1948年刚刚通过之后 在接着呢 1947年通过 1948年 以色列建国 接着马上 在阿拉伯世界的 黎巴嫩 约旦 叙利亚 叙利亚 埃及 沙特 也门 然后呢 六个国家发起第一次 中东战争 打以色列 以色列那时候能经的打吗 要不是美国撑腰 以色列建国第一年就阵亡了 就没了 对不对 当然同时你想想看 这个在阿拉伯世界里面啊 虽然你当时联合国有决议案 有三十三个国家赞成啊 但是呢 有十个弃权 十三个反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那是在阿拉伯土地上的一件事情 你要用多数决 对不对 来决定阿拉伯世界的矛盾 就像呢 讲个不好听的例子 夫妻吵架 对不对 不相干的人通通来了 大家表决 到底是老公对老婆对 就表决完呢 这个老婆对老公错了 那是不是真的老公错呢 坏事老婆定是对的呢 那只有夫妻两个才能解决的问题啊 旁人知道个啥啊 对不对 他只知道 他们两个吵架 我们来表决 我觉得老公帅 我觉得老婆美 对不对 大家一举手一表决 民主嘛 民主嘛 对不对 结果就像这样 解决问题没有 根本没有解决 不然不会在隔年 以色列一宣布建国 六国宣战 打啊 对不对 前前后再打啊 1956又打 1967打 1973打 1982打 不停的打 为什么 没有解决问题啊 这次为什么打 就是问题没有解决 而且拜登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上任之后 没有去缓解 以巴之间的矛盾 虽然现在讲得很好听 我希望未来能够以巴 什么什么 以两国方式 解决纷争 那个你缓不济紧 而且他现在只会 就是塞点钱啊 给巴勒斯坦 然后呢 让以色列在那边扩张 他当看不见 而且这次最离谱 他在上周 电视谈话 哦 那个黄金时段电视谈话 都代表有大事发生 他干嘛 他说 我们要支持乌克兰跟以色列 怎么样怎么样 假带乌克兰 大家想 没搞错吧 你刚刚从以色列回来 应该谈以色列 怎么又把乌克兰拖进来 要拨款一千亿美元 国会刚刚封杀 六十亿原污法案 你这边又要假带 对不对 又把乌克兰给带进去 乌克兰这件事情 你现在去问全世界国家领导人 说谁愿意出钱 支持乌克兰 大东低头 当没听见 就那种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对不对 乌克兰没有人要玩的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玩到这个地步 大家知道 没得玩的 对不对 乌克兰要是不跟俄罗斯坦 没了 那谁一天到你掏钱 大家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经济通胀 都不好过 油价又上涨 现在尾巴又来了 谁谁还管乌克兰 他要夹一千亿 对不对 要支援乌克兰 那你这一千亿用来干嘛 打仗啊 就是用来打仗的 所以这个拜登啊 他那天讲完 我一听 讲了16分钟 就一件事 要钱 对不对 也没什么内容 没什么具体方案 比如说我美国 会成立一个和平峰会 或者特使去处合 怎么样 我会把乌克兰这部分怎么样 以色列这部分怎么样 NO 都没讲 讲了一大堆那种 怎么我们要什么 都这种口号了 海湾我要去跟国会 也没但没讲金额 但是呢 听说计划就是要一千亿 那这是放话 要国会支持 国会要怎么样 国会要怎么样 国会现在 议长都不知道在哪里 还要一千亿 厉害吧 厉害 所以这件事情啊 当然看得出来 现在事态的发展啊 有的时候呢 真的像那个乌云密布啊 乱七八糟的啊 但是呢 这个中国还是在努力啊 这唯一的还算有一个希望啊 要是没有中国 我觉得以巴和平啊 那更是遥遥无期啊 虽然在埃及开罗 和平峰会 无疾而终嘛 这个交了白卷 但我相信中国不会因为这一次 就放弃嘛 对不对 还是会继续努力 继续处合 继续处合啊 希望呢 以巴能够和解 当然呢 这个 内坦尼亚胡 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 听了这个拜登的话 对不对 丢头炸弹 按兵不动 或是呢 挥军指入 就要看事态的发展 但也知道 如今的世界 真的是感觉到 不平静啊 那中国呢 当然现在在一带一路 这个第三届峰会结束之后 实际上 很多目标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现在在按照计划 快步前进啊 那世界的纷乱呢 我相信不会啊 阻止中国啊 去继续努力处合 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 最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希望带来世界和平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当然呢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订阅啊 留言啊 按赞啊 支持我啊 当然呢 作为我来说呢 会继续努力 把尽微点评 带来更多的资讯 跟各位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 拜拜